好啦 酒吧新聞台 我的劉俊老師會要用 朱基宗朱總在我們現場 朱總你好 你好 現在時刻是下午的2點48分19秒 朱基宗馬上看到現在的入股 這兩天本來是大跌的 那今天早上最多跌到了4%5% 現在已經拉回來平盤以上了 翻紅了 我們節目開錄之前還是跌的 還是跌的 現在已經開始小漲了 那所以也就是說 入股呢 它真的 其實你們這次的這個標題 我唸給大家聽一下 就是半年內 多頭可騎 入股拉回就買 哇賽 這個是 我們不是鼓勵大家去買 我只是把這個市場告訴你 它的一個走向會是這樣子 那因為有五項指標是顯示中國的經濟 已經順利的軟著陸 軟著陸喔 所以剛剛已經分析了幾項了嘛 包括它的用電 服務業的用電 包括現在的貨運的總量也回升了啊 你們還有一項指標好像很重要 通膨 對 中國過去採取一個控制通膨的一個狀態 過去因為它比如說 因為這個 比如說炒黃金 以下金價就可以炒高了 炒稻米 稻米價格 綠豆也可以炒 大蒜可以炒 豬肉可以炒 豬肉買粉 這些紛紛在炒嘛 那這個炒作呢 它就會影響到物價 對 因為看你的物價裡面把什麼東西列為重要指標 譬如說豬肉對他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所以當豬肉價格一漲的時候的話慘了 那可是現在呢 不得了 因為油價一路跌 所以對於中國這個還需要進口石油的這個大國來講 那這個時候它就舒緩了它很大的壓力 那在物價 尤其你看到這個通膨的年增率 幾乎都低於2%以下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那可以確保一件事 中國的央行 人民銀行不會輕易的把現在正在放鬆資金的手 一下子把它握起來 重新變為一個要把它控制住 所以你就看到之後它採取寬鬆貨幣政策 這個態度短時間內不會改變 那在這個寬鬆貨幣的政策 這個就是我們在年初的時候在跟大家講 全世界現在美國要緊收資金了 還要升息了 它開始收縮資金 可是包括日本 包括德國 包括歐洲的這些國家 還有特別重要的是中國 他們還在寬鬆資金 那通膨率低 表示中國大陸沒有通膨的壓力 它還可以持續的寬鬆 那持續寬鬆資金就對於股票是有利的 所以你就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覺得未來半年之內 入股相對是比較樂觀一點 所以讓它回來出去買一點 但是大家買入股的時候就要特別小心 因為它的產業一直在變化 所以你買ETF的時候你就要知道 ETF的指數成分股是哪些 好 那他們這篇文章最後的一句話 我聽得非常好奇 結論就是後續可能還有刺激方案 將可以激勵入股的市場 這個刺激方案到底是什麼呢 我想今天應該沒有時間講了 但是我們持續請注意眾來關心一下 大陸的市場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有好看的一定報理知道 感謝主要跟我們分享 謝謝